非有消息 空客A350现在正在进行容量升级 升级以后从每排9座变成了10座 A350-900因此可以多摆30张椅子 这一改变来自于2022年开始实施的新生产标准计划 也就是NPS 根据NPS计划 A350的驾驶舱隔板将向前移动 舱尾也向后压缩 以腾出更多的空间安排座椅 在宽度方面 空客的工程师们重新设计了舱壁 在每侧扣出大约2英寸 这样宽度就多了4英寸 约10厘米 挤一挤就可以并排放下10张座椅了 除了每排10座之外 NPS的主要变更内容还有 一是通过机身减重 A350-900和A350-1000 分别增加了3.5吨和6吨的起飞重量 二是电调节窗户 就像波音787那样 但技术上更先进 三是增加了前厕所和后厨房的空间 必要时可以安排机组休息间 飞机每排10座比较的招骂 此前曾被波音777使用 这种方案非常的拥挤 但是对航空公司来说 是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 现在波音777X迟迟无法推出 正式空客撬取原波音宽体机市场的良机 不少的评论认为 A350的每排10座 将极其有利于产品的销售 但也并非所有的航市都中外高容量 A350是长途客机 飞十几个小时给乘客们弄这种座椅 会严重的影响民生 例如新加坡航空已服务至上 它的有些A350-900只有250个座位 全球多数航空公司 现在A350-900的座位数都低于300 它们并不十分需要每排10座 但是也有一些航空公司 对客座数量比较看重 例如达美航空和日本航空等 达美航空很多跨大西洋使用的A350-900 有340个座位 日本航空的A350-900国内版本 有370座的方案 加勒比航空甚至有几家三舱布局的 A350-900座位数达到了390座 A350-900虽然昂贵 现在也有廉价航空公司开始引进 廉价航空喜欢把座位摆满 例如荷兰的Karen等公司 现在为A350-900采取了432人的全经济上布局 一旦NPS升级完成 这一数字恐怕要上升到480座 这与波音777-312的532人 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搞这么密集的座椅 挨骂也很正常 但是如果因此可以降低票价 那也算是有些功德 比较有意思的是 部分的A350每排10座的客座座椅 现在已确认从中国采购 湖北加泰公司 据成已经拿到了订单 湖北加泰是中航工业旗下的公司 总部在襄阳 我们现在乘坐的亲自航空座椅 有不少就是来自加泰公司 它不仅为空格A330-900 A350-900和A321neo等提供座椅 也为中国产大飞机C919等提供座椅 它可能成为主要的供应商 但空客应该也会从其他供应商那里同时采购 全球主要的飞机座椅供应商 现在有德国的Recaro 英国的Akro 法国的Aero Expo和美国的克林斯等 他们多半同时也在生产名气很大的汽车安全座椅 不过实话是说 在飞机厂商的要求下 现在飞机所有的经济商座椅都是越来越薄 越来越与舒适无关了 下次搭乘飞机的时候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找看 看你成座的座椅是来自哪里呢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